中国大陆的一家民间劳工网站介绍翻墙软件 无界浏览和自由门 网站的创办人之一告诉本台记者 中国大陆人互相之间都在介绍翻墙软件 管理员为了方便读者就推荐了这两款 美国大纪元时报关注这个消息并透露说 这两款翻墙软件都是由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开发的 大纪元时报6月15号报道 劳工互助网上有文章推荐翻墙软件 4月19号大陆劳工互助网发表题为 清华大学农村翻墙教程文章 提供两款翻墙软件 无界浏览与自由门的电脑版和手机版下载 文章还详细介绍了翻墙软件的使用说明 以及使用后出现的图标和网页截图 最后还特别提示会同步更新翻墙软件 截至6月15号 劳工互助网这篇介绍翻墙软件的网页存在了55天 大纪元时报披露 自由门与无界浏览是由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开发 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的加盟成员 全部是海外法轮功学员组建的公司 6月15号 记者在劳工互助网上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 但是在谷歌的搜索页面仍可以看到它的缓存 文章还贴心的向读者介绍说 无界浏览可以彻底隐藏真实的IP地址 记者致电劳工互助网创办者之一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 他在劳工互助网上设有专栏 其中有很多文章介绍劳资关系 劳工运动以及劳资冲突 和倡导劳工经济互助 其中 王江松一篇 中国劳资关系和劳工运动走向论文 发表在今年5月份的改革内参上 改革内参是由中共国家发改委主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杂志 王江松表示 劳工互助网这个网站 是他和劳工界的朋友一起创建的 刚刚建立两三个月 至于网站上介绍的翻墙软件 他表示 是网站管理员方便大家翻墙用的 王江松说 介绍翻墙软件的这篇文章 现在已经被删除 因为有网友给他们发过来 《大纪元时报》的报道截图 报道中说他们是神秘网站 并透露翻墙软件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 他们担忧有关部门找麻烦 就删除了这篇文章 王江松也表示 劳工互助网不是神秘网站 是公开的 但是后面也没有什么组织和背景 就是一帮网友自发稿的 劳工互助网介绍他的宗旨是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尤其要通过案例分析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摸索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路径等 王江松在中国劳资关系和劳工运动 走向的文章中表示 最近十年来 中国劳资冲突开始爆发 2010年以富士康连跳 和南海本田罢工为标志 进入第一波高潮 2013年底至2014年初 东莞诺基亚 深圳IBM 长德沃尔玛以及正在进行的东莞育员协场 几次著名的劳资冲突 可以说是第二波高潮 他向当局建议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组织介入 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一些地方把非政府组织当作敌对势力加以打压 是非常短视和愚蠢的 王江松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还是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 以及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著有《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 《悲剧哲学的诞生》 《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 《劳动哲学》 《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等著作